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2月8日星期六北美时间的晚上,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oice节目 在前三期的节目之中呢,我也是因为这个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而引发的,我给大家讲了三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他们都是20世纪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这个言论自由做出的三个里程碑式的裁决 这三个裁决呢,他们的判例、判决书中的这个文字呢,还有结论被美国之后的这个法律卷奉为了经典 而且呢,可以说是当做了之后如何处理这个跟言论自由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中 把他们这三个案件的判例是当做了最为重要的法律依据 可以说在一个法治的国家之中,这个司法应该是非常公平,非常独立的 美国呢,也非常好的诠释了在这个言论自由方面 也就是说第一修正案,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这个言论自由的权利 应当如何保护,也是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与此相对比呢,李文亮医生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特别是他去世之后,在国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 Social Network这个社交群体上呢,比如说微信呢,微博呀 这些国内的媒体上也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民怨 究其原因呢,最主要的还是现在广大的中国的老百姓 对于不尊重或者说不保护这个言论自由的一种愤怒 这种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大多数人都非常希望 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的同时呢,也必须要承认这些客观存在的一些非常大的问题 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于民间的这种言论自由的一些压制 以及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在说了真话之后呢,甚至受到了这个司法非常不公正的对待 其中一个典型呢,就是刚刚不幸去世的李文亮医生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痛定思痛 希望李文亮医生的死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契机,就是希望在这之后呢,国家政府对于民间的一些善良的声音 言论自由能够有更多的尊重而不是打压 毕竟呢,我们的古人也用事实告诉我们 大雨治水是靠书而不是靠读 每当有人当他说出这些真话,说出他的这个关切的一些言论的时候 当政者并不是很希望听到的言论的时候 最先想到的应该是如何解决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 而并不是说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比较不幸中的万幸呢,就是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前也亲眼看见了 就是最高法院发的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呢,是1月底发布的 也就是在武汉封城之后,在这个非常严重的疫情 就是中央承认了之后发布的,可以说是一个亡羊补牢之举吧 这个高院发的这个文章呢,说的就是最初一批八个被这个公安机关训诫的所谓的造谣者 不同个体基于认知水平的差异对同一事物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虚假信息 我们应该理解法律对个体的适度宽容态度 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尊重法律,但是同时呢,在这个执法的过程中也应该是,也有这个弹性的 而不能说是一味的,就是没有任何情,而完全是法 但是他之后呢,这个最高法院的文章也说,说武汉关机关处罚的八名发布这个什么什么的案件之中呢 如果机械的理解适用法律,我们的确可以认定 鉴于新型肺炎不是SARS,说武汉出现了SARS属于编造不实信息 而且呢,该信息造成了社会之举的混乱 符合法律规定的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 给予其行政处分甚至刑事处罚有其正当性 这一段写的呢,就是非常不太合时宜的 为什么呢?因为12月30日当这八位所谓的造谣者发布这个信息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的就是看出来他们叫什么 是不是跟SARS一样 所以呢,在这八个所谓的造谣者散布这个信息的时候呢 他们也只能根据他们当时的这个认知 觉得跟SARS很像 所以呢,就说是SARS 但是呢,你不能说他是编造不实信息 因为当时他们不是编造 他们是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SARS 尽管这一段呢,就是最高法院也是想进一步的来解释 为这个武汉官局训诫他们的做法进行一些说好话吧 想是洗白,但是这样写其实是洗不白的 接后面呢,他又说 但是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 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 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 并且对于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 避免再去也说弄失常等措施 这对我们今天更好的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性事 这个呢,我觉得说的也不是很严格的严谨的 因为这个你只是通过之后的事实来推断 当时应该怎么给他们定罪 但是你如果想判断是否跟他们定罪还是无罪的时候呢 你应该根据一个正当的这个法律程序 因为比如说美国第十四修正案 就是正当这个程序这种的权力的保护 你不能根据之后发生的这个效果好坏来反过来推 是不是应该对他们进行这个训诫和法律上的处罚 因为如果之后真的证明了就是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疫情 但是不像现在事实这么严重 是不是你就依然会定他们罪呢 所以这个最佳法院这么说呢 还是有一些这个欠考量的 然后再看他们写的这个最后一段 所以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应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 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 以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 这个就比较说到点上 因为这个呢 跟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个诽谤罪的这个界定呢 也是看他是不是有这个事实上的恶意 只要信息基本属实 发布者传播者主观上并无恶意 行为客观上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 我们对这样的虚假信息 理应保持宽容态度 所以总的来说呢 这个也算是一个亡羊补牢的做法 希望呢 最高法院将来有一天呢 能够再处理将来的类似的这种 如果有人在这个网上发布一些信息 能够看到或者说记得他们当初写的这个文章 在最后呢 我想说一下 为什么中国和美国在司法上 有如此的这个天壤之别呢 这件李文亮医生的事情 也是让很多老百姓啊 确确实实是伤透了心 是对这个中国司法是可谓是失望透顶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跟中国的领导人的素质 特别是他们对这个法律是否理解 是否尊重有很大的关系的 比如说啊 我们都知道美国有很多的律师 而且美国的这个民事诉讼 也是全球最高的 这个听上去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反过来呢 它也反映了 起码美国人 美国这个社会 对于这个法治 是非常尊重的 就是宁可用这个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 也不会用一些其他的这种 人质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而在这个领导人层面呢 美国的历任总统之中 有很多呢 都是具有法律背景的 甚至之前就是律师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是尼克松总统 之前就是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 还有奥巴马总统 他和他的夫人 也都是在这个哈佛法学院毕业的 还有呢 比尔克林顿 他和他的夫人 这个西亚里克林顿 也是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也当时都是这个耶鲁法学院毕业的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这个美国总统 也是进了这个法学院 但是最终没有毕业 因为美国的这个学生 没有毕业率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很多共同的问题 有的是创业了 有的是因为学费的一些经济压力 而是四业了 但是呢 除了这些受过正规教育 去了法学院的这些总统呢 还有很多总统 他们虽然没有去过法学院 但是也是通过之后自己独立的学习法律 而成为了律师 或者是进入了这个法律的行业 其中有好几个呢 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的 非常历史上著名的总统 包括呢 John Adams 美国历史上第二任总统亚当斯 还有这个第三任总统 Thomas Jefferson 杰弗逊总统 还有就是James Madison 麦迪逊总统 还有他之后的James Monroe 门罗总统 也就是说门罗主义的这个创始人 这四位总统呢 全都是美国的第一代总统 也就是全都是美国的国父创始人 但是在他之后呢 也有很多这个法律界出身的总统 包括小亚当斯总统 还有这个Andrew Jackson 杰克逊总统 还有谁呢 就是布卡南总统 还有林肯总统 还有嘎菲尔德总统 克里夫安总统 哈里斯总统和克利志总统 这些人呢 全都是法律出身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当这些法律出身 律师出身的这些人 最终成为了 国会的议员也好啊 还有州长也好啊 甚至到了最后登上总统大位 他们过去的这个经历 他们的专业素养 也会使得他们 就是在治国的时候 也是会非常尊重法治的 那么与此对比我们中国的 国家领导人之中 都是什么样子呢 他们的法律素养有多高呢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吧 先说这个中国最高法院院长 现任的院长是周强 周强是什么背景呢 他是一个民法专业毕业 法律硕士 我们就暂且说他 确确实实算是一个 法律科班出身的嘛 但是他之后呢 一直都是这个 一直都是当官的 是湖南省委书记 现在呢 是成了最高法院院长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周强先生 作为中国首席大法官 最高法院院长 在他任上发生过什么事情呢 有好几个非常非常 就是颇受争议的案件 我就不需要一一说了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一年多以前 跟这个崔永元捧出来的 这个王林青 所曝光的这个 最高法院卷宗丢失事件 当崔永元和王林青 把这个事情捧出来之后呢 最终呢 中央是派了这个 专门的调查组来调查 最终的结果呢 说是王林青 为了发泄对单位的不满 而自己是 相当于是自己自盗 而自己捅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也是非常不能服众的 也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荒唐 可以说呢 非常非常大可能 就是最高法院 自己面子挂不住 最后呢 也是给王林青 做了这个思想工作 可能有一些软硬兼施 让他知道了 如果你还坚持这么说的话 后果会是什么样的 结果是让人家不得不做出了 就是自己认罪的一个结果 而且呢 这个周强院长 在17年的时候 也发表了非常惊悚的言论 叫什么呢 他是在会议上公开表示呢 希望各级法院 坚决抵制西方的 宪政民主三权分立 司法独立等 错误思想影响 我们中国不需要 学美国三权分立 但是 这个司法独立 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一个真理 不管是在中国 还是在美国 还是在西方 在各个国家 都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准则 但是呢 这个周强就说 这是一个错误思想 而且他说应该 旗帜鲜明 敢于亮剑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十九大召开 所以呢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也是被媒体称为 是一个亮剑 这个院长 说完了这个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人 这个人呢 虽然不是法院的院长 但是他呢 更是位高权重 比这个周强 还要关他 那个就是谁呢 就是李鸿忠 我们知道呢 李鸿忠当初呢 也是2010年的时候 在这个全国人大 开会的时候呢 是接受 人民日报的 一个女记者 就是给他提问问题 问他对于这个 邓玉娇案 有什么看待的时候 他不但不回答 而且是 问这个记者 是哪个报社的 当这个记者 回答是人民日报社之后呢 他这个 这个李鸿忠呢 竟然说 我要把这个事情 返给你们社长 说完之后呢 就把这个 女记者的录音笔 就是给拔去了 而且是 直接就走开了 也是当时是 让众人惊愕 所以呢 他当时也是 得了一个美名 叫做是 夺比省长 他呢 当时也是 湖北省的省长 但是仅仅是 半年之后 他不但没有受到 任何的这个处罚 而且是 进一步的升官 成为了湖南 湖北省的这个 省委书记 再之后呢 在19大的时候 甚至更是 更上一层楼 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可以说是 仅仅赐予这个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 可以说是权力的 最高阶段了 而且呢 他现在是 天津市的市委书记 也是职位非常高的 他呢 也说过一句 这个名言 也是非常 让人震惊的名言 就是拍这个 习近平的马屁 他说什么呢 说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呀 就是中国的这些高官 这些掌握权力的人 他们的法律素养 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在知道了 这些人的法律素养之后呢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中国的法治 是如此的任重道远 遥遥无期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都希望 这一次通过这个疫情 这么大的危机 还有这个李文亮医生的 这个事件呢 能够给我们的当政者 一个好的提醒 使他们能够以自为契机 能这个化祸为福 在这个体制上 或者说是在言论自由上 给大家更多的尊重 从而使得 我们老百姓能够畅所欲言 以更加公平 更加和谐的社会 最终呢 是促进这个社会的 不断向前进步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